C. 鲁宾天文台 在短短数小时内 就成功捕捉到了数百万个星系的影像和数千颗小行星的踪迹 展示出它惊人的观测速度和能力 这座雄距在智利安地斯山脉的天文台 肩负着一个为期十年的宏大使命 绘制前所未有的宇宙地图 深入研究神秘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并时刻监测宇宙中发生的各种重要天文事件 几乎每天都在扩展我们对宇宙边界的认知 在接下来的片段中 我们将带您走进这座天文台的核心 深入解析其背后所采用的前沿技术 了解它如何一步步达成那些曾被认为遥不可及的科学目标 一起探索它为现代天文学打开的新篇章 2025年7月4日 对于天文学来说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维拉C鲁宾天文台成功捕捉到了第一束来自深空的光芒 这些初次拍摄的图像不仅令人惊叹 更让我们首次借助这项新技术 真实触及到了宇宙深处的广袤与神秘 在短短十余小时的时运行中 天文台就识别出了数百万个遥远星系和数千颗在太阳系中游走的小行星 这一成就生动地证明了其32亿像素数码相机具备前所未有的精度和广度 是我们通向宇宙深处的重要窗口 这台相机的观测视野令人震撼 比满月在夜空中的面积大整整45倍 也就是说它每次拍摄就能扫视大片星空 毫不夸张地说 它是天文界前所未有的宇宙光角镜 为我们提供了快速、高效、玄境式的天空记录手段 在这些手批拍摄到的图像中 最令人瞩目的发现之一 就是识别出了整整21004颗小行星 其中还有7颗属于我们特别关注的近地天体 也就是那些在轨道上会靠近地球运行的太空访客 尽管目前这7颗近地小行星都不会对地球造成直接威胁 但鲁冰天文台展示出的精准追踪能力 正是我们预测和监控未来可能接近地球 甚至潜在撞击风险的关键工具 可以说是人类的太空预警系统 科学家预计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鲁冰天文台将陆续探测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小行星 这些新数据将极大的丰富 我们对太阳系中轨道物体分布 运动规律以及它们如何演化的认知 堪称是一场关于太阳系的全景式普查 不仅如此 这台望远镜还成功拍摄到了那些遥不可及 位于宇宙边缘的遥远星系 那些光线穿越亿万光年才抵达地球的图像 如今就清晰呈现在我们眼前 让我们仿佛透过时间的隧道 看到了宇宙早期的模样 凭借其超广阔的视野和前所未有的高分辨率成像能力 鲁冰天文台可以轻松发现 那些普通望远镜根本无法察觉的昏暗天体 比如远处的一颗褪色星系 或是一颗孤独的小行星在宇宙中缓缓移动 都逃不过它的天眼 通过每隔几晚就反复拍摄同一片天空区域 鲁冰天文台就像在制作一部宇宙的岩石纪录片 可以动态捕捉星系的合并 恒星的爆发 甚至是瞬息万变的宇宙事件 帮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观看宇宙在时间长河中的变化 相比过去那种看一眼拍一张的传统望远镜 鲁冰天文台最大的优势在于 它能持续不断地记录整个天空的动态变化 这种密集周期性的数据采集模式 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完整的时间轴 使过去观测技术无法企迹的飞跃 正是通过这种动态而持续的方式 我们才有机会真正看见宇宙如何呼吸 如何演化 鲁冰天文台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观察宇宙全景的能力 不再只是拼图碎片 而是完整的画面 让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更深入 更全面 维拉 C.鲁冰天文台的价值 远不止于拍出几张令人惊叹的星空大片 它背后的意义更深 它是一座汇聚技术 科学与未来愿景的宇宙观测站 为我们解锁星辰大海中的无数谜体 驱动这项庞大工程的 是一整套野心勃勃 层层递进的科学目标 从基础的天体追踪 到对宇宙结构的系统研究 每一步都致力于拓展我们对宇宙本质的认知边界 这个项目的核心任务是名为空间与时间遗产调查 LSST的长期观测计划 顾名思义 它就像是一部记录宇宙时间长河的家谱 将在未来十年中 每隔两三晚就重复扫描整个南半球的天空 持续捕捉宇宙的变化脉络 虽然这项调查在表面上关注的是 小行星、彗星、超行星爆发等天体活动 但它真正的深层价值 是为我们解答那些至今仍难以捉摸的宇宙奥秘 特别是神秘的暗物质与暗能量 它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却主宰着整个宇宙的运行 根据目前的宇宙模型 暗物质大约占据了宇宙总质量的85% 而暗能量则被认为是 导致宇宙不断膨胀的幕后推手 但讽刺的是 这两者我们谁都看不到 它们既不发光 也不发热 是宇宙中真正的隐形主宰 为了揭开暗物质的面纱 鲁冰天文台将通过观测它 如何通过引力牵引星系 甚至整个星系团的运动轨迹 间接会指出 这股看不见的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图 就像用风吹动树叶 来判断风的方向和强度 这些观测结果 将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视角 让科学家得以一规 暗物质如何搭建宇宙的骨架 如何塑造星系的形成与分布 或许将改写 我们对宇宙结构形成机制的基本理解 此外 借助其惊人的高分辨率成像技术 科学家将能够像考古学家一样 一针针地翻阅星系的成长史 从它们诞生 聚合 碰撞 到最终的消亡 全程记录星系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 随着这些海量的观测数据不断积累 科学家将能更系统地研究 星系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何并或撕裂 这将有助于构建更准确的星系形成与演化模型 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 宇宙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 这场正在推进中的长期调查 不仅关注星系的演化 对恒星的生老病死也给予了极大关注 它将为科学家提供 关于恒星如何诞生 成长 爆炸 甚至归于寂灭的宝贵观测数据 帮助我们理解 太阳这样的恒星 是如何一步步走完自己的一生 除了宏观的星系与宇宙结构 鲁宾天文台还有一项非常脚踏实地的任务 那就是精准追踪小行星 彗星等那些在天空中快速划过的飞行物体 这是它不可或缺的职责之一 关乎地球安全 甚至人类未来 借助它那超广角的天空视野 以及几乎实时的数据处理能力 鲁宾天文台可以在浩瀚宇宙中迅速锁定 哪怕最微小的近地天体 就像在茫茫沙漠中瞬间找到一粒飞速移动的灰尘 其灵敏度令人惊叹 这一能力对行星防御系统至关重要 如果未来有任何小行星 有可能与地球轨道产生交集 鲁宾天文台将率先发出预警 并提供精确的轨道数据 让科学家们有机会提早应对 甚至设计偏转轨道的干预方案 维拉 C鲁宾天文台能带来这些突破 背后靠的正是它核心的技术革新 每一项组件 每一块镜面 每一个算法 都是为了实现过去几十年天文学家梦寐以求 却因技术受限而无法完成的观测目标 这座天文台的主摄像头堪称宇宙级别 它是目前人类制造的最大数码相机 拥有32亿像素的超高分辨率 足以在一次快门中拍清一整片星空细节 其清晰程度 几乎可以在银河中数星景 这台相机不但像素惊人 它还能一次性拍下天空中极大范围的图像 并且细节精确到令人咋舌 等于为天文学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宇宙全景 是传统望远镜那种望远镜头式观测无法比拟的 除了这台超级相机 它的主镜面也令人瞩目 这是一面直径8.4米的巨型光学镜 就像一只巨大的宇宙之眼 能把亿万光年外微弱的光线集中起来 工科学家们解读这些来自远古的信号 正是这面镜子 使得天文台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光收集能力 即便是来自几十亿光年之外的昏暗星期 或是一颗暗淡的小行星悄悄划过夜空的光芒 它都能精准捕捉 让我们得以以前所未有的深度 窥视宇宙的边缘 这座天文台选址在智利安底斯山脉中部的高地之上 海拔高达2682米 几乎站在云端之上 这离远离城市灯光干扰 常年天空晴朗 空气干燥而稳定 是全球最适合观测深空的少数几处天然宇宙窗口之一 鲁宾天文台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它的镜面和相机上 更体现在它背后的数据处理系统上 它不像传统望远镜那样只是拍照留存 而是集成了一整套高速智能的数据处理流程 几乎在拍摄瞬间就开始分析 归类判断 每当夜幕降临 这台夜行者望远镜便会开始它的工作 一晚上就能连续拍摄出几千张超清图像 而这些海量数据不会堆积等待 而是立即被系统处理 实时生成 可供科学家分析的天体信息 就像一台不眠不休的宇宙侦察机 正因为拥有如此惊人的数据吞吐能力 它才能追踪那些稍纵即逝的宇宙现象 比如划过天际的彗星 正在穿越太阳系的小行星 甚至是某颗突然爆发的恒星 每一次变化都能被记录 定位 实时更新 鲁冰天文台最具革命性的设计之一 就是它的周期性回访能力 它不像传统望远镜那样随缘拍摄 而是有计划的 每隔几晚就回到同一片星空进行重复拍摄 为的是精确追踪宇宙中的任何变化 借助这种定期回访 天文台就像是在为宇宙拍摄一部 史诗级的岩石摄影大片 不仅记录星星的位置变化 还能描绘出 恒星如何闪烁 星系如何旋转 超新星如何爆发 为我们呈现 宇宙在时间长河中的壮丽动态 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太空扫描 鲁冰天文台有能力捕捉那些极其微妙 肉眼难查的变化 也能及时发现 那些以往被遗漏的昏暗天体 它强大的成像技术 几乎实时的数据反应机制 以及全天候的天空监测能力 使它成为全球天文学家 梦寐以求的观测力气 这一切技术结合之下 意味着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星空 而是真正开始解析宇宙 鲁冰天文台将帮助人类 深入理解那些过去被忽视 甚至从未被发现的天体和宇宙现象 有望带来划时代的科学突破 维拉 C.鲁冰天文台 正通过它那套精密 前沿的技术体系 以及昼夜不间断的天空监测方式 深刻地重塑着我们进行太空探索的方式 它不再只是观察宇宙的工具 更像是一位默默指手的星空记录者 改变着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对话方式 通过稳定而高效的运行 这座天文台将源源不断地提供 关于宇宙中最难以理解的谜团 向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分布 近地小行星的轨迹 以及那些突发天象 前所未有的第一手数据与洞察 让科学家得以窥见宇宙深处的脚本 这项横跨十年的转过任务才刚刚起步 但它注定将重塑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认识 它或许会推翻就有的理论 建立新的模型 甚至引领我们提出前所未有的问题 它不仅是在记录宇宙 更是在重写宇宙这本百科全书 那书在2025年夏日清晨拍下的第一道光 不过是这场星辰征程的徐章 它是一书信号 预示着接下来的每一晚 我们都将比以往更深入地看进宇宙 更接近它的本质与奇迹 未来数年 鲁冰天文台将不断带来令人瞩目的发现 从星系的边缘到地球身边的太空岩石 每一次更新都可能是新的科学篇章的开端 让我们一同期待 下一次当它再次凝视星空 会为我们揭示出怎样的宇宙故事 在这片浩瀚的星空下 我们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 但正是因为有了如鲁冰天文台这样的宇宙探路者 我们才得以仰望 并真正开始理解那无几黑暗中闪烁的微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